2019年1月20号,临近春节,黑荣江宝青县的居民们正在准备着喜迎新年,家家户户使张灯节才喜气洋洋的。 尽管是这几天连降大雪,天气超乎异常的冷,但人们心里仍旧是暖洋洋的,过年的气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然而就在这喜迎新年的祥和气氛中,一起特大杀人案的发生,彻底地打破了这个东北小县城的宁静。 宝青县一直以来都是治安很良好,尤其东北的寒冬特别地冷,天黑的都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晚上七点以后,路面上就已经是冷冷清清,几乎是没有人际了。 谁都没有想到,此时,在这寒冷的没有人烟的冬夜里,正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悄悄地逝去。 1月21号这天,早上6点来中,宝青县东藤路某小区的赵阿姨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买菜。 在路过一个偏僻的胡同时,突然看见不远处胡同里,隐隐约约的,好像有一个人影浮在了地上,一动不动的。 这时的天色还早,清晨的大雾还没有散去,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赵阿姨很害怕,不敢上天去查看,只是远远地打量着。 等她看清楚以后,发现那个人好像是已经被冻僵了,四肢扭曲,面朝下趴在地上。 从身形和穿着上来看,似胡使得女人,赵阿姨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她对警察说不好了,有个人冻死在了胡同里。 接警后,宝青向官局立即派人就前往了现场。 到达现场后,警员们才发现这是一起特打杀人案,现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死者是一名女性,她面朝下浮倒在雪地,显然已经是死去多时了。 在她的身上还有周围的地面上,有很大一滩已经结了冰的血迹。 死者并不是被冻死的,而是被历刃割断了动脉,流血过多而死的。 死前她疼努力地挣扎求救,在她面前是照胡同里的一户人家的大门,大门上满是触目惊心的首页。 显然死者在临死前曾经拍打过大门,想要求救。 但是因为喉咙被割开,大量的血液堵住了喉咙,使她无法大声护救,只能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可想而知,在临死前,她曾经受到过怎样的痛苦折磨。 发现死者的这个胡同里就只有两家住户,两户人家都表示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 而且胡同里没有监控,警方无法确定当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凭着经验和现场的勘察,初步断定这是一期抢劫杀人。 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中,不见了现金和手机,银行塔还有其他贵重的物品,都是完好无损的。 另外,死者的钱包和女士背包都是价值不菲的名牌,但不知道为什么凶手只拿走了现金和手机。 很快,警方通过死者钱包里边的名片,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信息。 死者名叫崔平,今年41岁,保清县本地人,职业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财务,工作稳定收入高,是个名副歧视的白领。 崔平的社会关系非常的简单,几乎是家庭和公司的两点一线,没什么不良爱好,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公司同事都说,崔姐人品很好的,待人和善可亲,性格热情开朗,在公司人员特别好,人人都喜欢她。 公司领导说,崔平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快二十年了,一直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从来就没有迟到早退过,是公司的业务骨干。 崔平的日常行动轨迹也是十分的正常,她按时上下班,除了偶尔加班和必要的社交活动之外,她从来就没有过夜不归宿的情况。 1月20日当天,崔平是正常下班,大战是五点半左右,她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按平时的路程,她半个小时后下车,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那么在她下车后,步行回家的这五分钟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警方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崔平的家人,崔平的家人是一夜没睡,他们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崔平的弟弟说,一晚上他们都在不停地给姐姐打电话,发消息,可是他的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信息也没有人回。 这种情况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崔平每天五点半下班,六点来中就到家了,从来没有失联过。 就算是公司同事聚会,他也会提前和家里说好了,不会不接电话,更不会夜不归宿的。 整整一个晚上,家里人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宁。 好不容易等到了第二天,崔平的弟弟赶紧就和公司联系,却发现姐姐根本就没有去上班。 正在家里人交集万分的时候,警察却打来了电话。 崔建仁终于等来了崔平的消息。 然而这个消息,其实晴天霹雳。 听到姐姐死去的弟弟当场就失声痛哭。 崔平年近八十岁的父亲心脏命突发,租进了医院。 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变得恍惚,一直都喊着女儿的名字,喃喃自语。 一家人都沉浸在了失去亲人的强烈悲痛之中。 那么,崔平的丈夫在哪里呢? 她的表现又如何呢? 崔平为什么一直是住在娘家,没有回自己家居住呢? 她和丈夫之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的死和丈夫有没有关系呢? 崔平的弟弟说,姐姐正在和姐夫闹离婚呢。 他们俩近期是分居的状态。 原来崔平是个事业心很重的职业女性, 她在工作上很努力,很勤奋。 但是对家庭却不能照顾周全。 家里的家务、孩子、老人, 几乎都是崔平的丈夫李欣在打理和照顾的。 李欣也有工作, 她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公务员, 工作强度不大, 所以家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她来操事的。 本来是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也算是和谐相处。 但今年年初的时候, 崔平的公公突然得了重病, 卧床不起来, 需要有人日夜陪护。 崔平的婆婆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个重担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李欣的身上。 可是李欣也是人啊, 身子不是铁打的。 长期照顾家庭已经是很疲惫了, 再加上病重在床的父亲, 他感觉自己体力透支, 无法再承受了。 于是他提出来, 让崔平请长假和他一起照顾病人。 但崔平拒绝了, 他说他不能回归家庭, 事业才是他的重心。 这让李欣就感到非常的失望。 这么多年的付出, 得不到妻子的理解。 现在老父亲生病了, 崔平却没有一点关心和付出, 他的心里面就只有工作, 没有这个家。 李欣一怒之下就提出了离婚。 崔平呢, 是个要强的女人, 见丈夫提出了离婚, 虽然是心有不舍, 也有些内疚, 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最终, 他同意了展示分居。 看来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 想要兼顾家庭是很难的。 崔平的婚姻生活很失败, 丈夫李欣对他显然是心存着怨念, 难道崔平的死与李欣有关吗? 李欣得不到崔平的关爱, 所以就杀死了他。 通过对李欣的审问和调查以后, 警方发现, 李欣不可能是凶手, 他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在案发的当天晚上, 李欣一直在照顾着生病的老父亲, 哪儿也没去。 而且所有熟悉李欣的人, 都反映他是一个人品很好的男人, 有责任有担当, 非常的顾家。 在他的心里, 妻子和家人才是第一位。 所有人都说, 他们不相信李欣会因为家庭矛盾杀人, 更不可能会杀死崔平。 而李欣听到了崔平的死穴后, 表现得十分悲痛, 他很后悔在崔平最后的日子里, 向他提出了离婚。 不管怎么样, 他们曾经相爱过, 共同为婚姻付出过青春。 即使是现在, 李欣说他还是爱着崔平的, 如果能让崔平活的, 他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 连警察也不由地感到了唏嘘, 可惜崔平到死也不知道, 这个世上有着这么一个爱着他的男人, 有这样一个肯为他付出一切的爱人。 就这样, 李欣被排除了。 案子查到这里, 基本上可以排除仇杀、情杀。 这样看来, 警方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凶手是有计划地抢劫杀人。 为了尽快让凶手浮出水面, 还受害人崔平一个公道, 警方加快了侦破的速度, 迅速调取了案发现场所有路口的监控不下, 看看是否能找到时发当稳的录像情况。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录像查看, 终于在2014年1月20日, 18点07分, 找到了受害人崔平的身影。 在这条监控录像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有重大钻嫌疑的男子。 监控录像中显示, 18点07分, 在昏黄的路灯下, 崔平正一个人慢慢地行走在雪地里。 此时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突然一个身穿的黑衣戴着黑帽的男子, 从崔平的身后就跟了上来。 他走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超过了崔平。 警方注意到, 这个男子在超过崔平以后, 几次回头张望, 似乎是在暗中观察的崔平。 男子走了没几步, 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在原地就拍打着身上的鸡血。 正在此时, 崔平走了过来, 经过男子身边时, 他有些警惕地加快了脚步, 可是万没想到, 下一秒, 那名男子猛地就扑了上来, 拖住了崔平, 一只手勒住了他的脖子, 向他拖进了旁边黑乎乎的胡同里。 录像中的画面, 仿佛就像是停止了一样。 迟到二十分钟后, 那名男子再次出现到了画面中, 他从胡同里走出来, 手中似乎是拿着什么东西, 然后脚步沉重地, 用最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雪地里。 此时录像中的时间, 定格在了十八点四十四分。 崔平的生命, 也定格在了这一刻, 他永远消失在了画面中 那个黑漆漆的胡同里。 录像中的这名男子, 成为了此案的重大嫌疑人。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 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2016年1月24日, 下午两点左右, 在一家昏暗的网吧里, 混合着烟味方便面味和各种臭味。 十来个头发蓬乱, 衣衫不整的男子, 正全身贯注地盯着面前的显示屏, 手中的鼠标和键盘 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 谁也没有注意到, 此时几个民警走进了网吧。 他们和网吧的老板聊了几句后, 老板伸手朝着网吧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指了指, 民警们便静止地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在那个昏暗的角落里, 一个胡子拉叉的中年男子, 正用手指疯狂地敲击着鼠标和键盘, 两眼直直地盯着忽明焕的电脑瓶, 完全就没有注意到有人向他走过来了。 民警走到他的面前敲了敲桌子, 大声问是不是渝冰啊? 男子这才转过头, 当看到面前的警察时他顿时就愣住了, 颜色苍白手足无措。 这个叫渝冰的网易男子, 证实警方要找的重大嫌疑人。 渝冰被抓以后, 在审讯室里很快就承认了自己就是杀死崔平的凶手。 渝冰,32岁, 单身离异, 无业游民, 啃老一族。 爱好呢就是泡网吧, 打游戏。 渝冰是黑龙江宝庆县本地人, 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 是家里的独子, 从小备受父母的宠爱。 12岁之前, 渝冰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好日子, 成天是无忧无虑的。 虽然家里面不富裕, 但是父母对于渝冰是有求必应, 持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可是有一天, 父母突然告诉渝冰, 他们离婚了。 渝冰当时还不理解, 父母离婚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开始父母还能够轮流地照顾渝冰, 后来父母都分别再婚, 又生了孩子以后, 渝冰的日子就变得不怎么好过了。 他就好像变成了多余的那个人。 高中毕业以后, 渝冰就没有再上学了, 他常年待业在家, 靠着父母给钱, 保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 待业在家的日子里, 渝冰迷上了网吧的游戏, 从此就一蹶不振, 成天泡在网吧里, 逃避现实生活。 2014年, 渝冰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 两人谈起了恋爱。 爱情的力量让渝冰有了转变, 他开始走出封闭的生活, 试图找一份工作。 渝冰的运起来还不错, 真的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 渝冰和女孩的感情也就稳定了下来。 没过多久, 两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渝冰回忆, 刚结婚的那段日子, 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他的妻子为人善良宽厚, 对他很好, 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在事业上也总是鼓励他, 让他非常地感恩。 一年后,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 一个可爱的儿子。 有了孩子后, 妻子不能出去工作了, 家庭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渝冰的身上。 一开始渝冰还能够担起责任来, 但日子久烂, 他好吃懒做的老毛病就开始发作了。 他总是抱怨工作太累太辛苦, 三天两头的请假, 散漫的表现最终让公司开除了他。 之后渝冰就开始不停地换工作, 又不停地被辞退, 然后再找工作。 如此反复之后, 渝冰索性就不再直上班的, 重新在家里当起了啃老族。 不久, 他又重新迷上了网游, 一周离总有三四天都是泡在网吧里的, 完全就忘记了自己是个丈夫和父亲。 渝冰的妻子终于是忍无可忍, 带着孩子离开来。 离婚以后, 渝冰的生活就更加地颓废了, 没日没夜地泡在网吧里打游戏, 黑白颠倒日夜不分, 精神都快不正常了。 想当初他父母离婚的时候, 他多么希望父母能够天天地陪伴在自己身边呢? 那时他就暗暗发誓了, 如果他有了孩子, 绝对不会让孩子重复自己的悲剧。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渝冰的孩子正在经历着他曾经的生活, 一想到这一点, 渝冰就是痛不欲生。 但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 造成这种状况的正是不思进取的他自己。 渝冰感觉生活没有了希望, 这时他终于明白了没人需要没人在意的现实生活, 是很容易打垮一个大活人的。 他几次想到了死, 一次在割腕自杀后因为失血过多, 晕倒在了家里, 索性被邻居里发现了, 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活了下来。 正当渝冰感觉生活无望的时候, 前妻突然打来电话, 说儿子生病正在住院呢, 急需一笔住院费, 让渝冰想想办法。 此时渝冰身上已经是分文没有, 还欠了一屁股债, 但儿子需要的, 前妻需要的, 他猛然觉得自己活着还有意义, 可是要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 父母那里是不可能了, 他们早就被渝冰给榨干了, 亲戚朋友也都躲得他远远般, 哪里还会借钱给他呀? 焦急万分的渝冰, 最终是想到了用抢劫的方法来弄钱。 几天后, 渝冰找到了一个四处没有监控的胡同, 在那里连地蹲守了两天以后, 将抢劫的目标锁定在了白领崔平的身上。 渝冰发现崔平的行动轨迹非常的规律, 总是在下午六点左右步行经过这一代, 而且崔平打扮时尚衣着靓丽, 手上的名牌包包天天都不重样了, 还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这好天气预报说, 医院二十号的夜里会有大雪, 到时候本来就偏僻的路段, 就更加没有行人经过了, 渝冰当下决定在二十号晚上动手。 医院二十号六点左右, 崔平果然是出现了, 此时夜色降临, 天降大雪,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一切都如渝冰所预料的那样。 只是他万万都没有想报,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 都被街头内的监控录像给录制了下来。 渝冰小心谨慎地尾随着崔平, 派到胡同口的时候, 他快步地超过崔平, 在他的面前假装摔倒。 等崔平靠近时, 渝冰立刻控制住了他, 将毫无反抗能力的崔平 给泼进了黑漆漆的胡同里。 在黑暗中, 渝冰不顾崔平的挣扎乞求, 用匕首割破了他的喉咙, 然后抢走了崔平皮包里的现金, 还有手机。 因为来不及问出银行卡的密码, 所以渝冰没有拿走银行卡 和其他贵重的物品。 崔平的手机在半路上 也被渝冰给丢在了路边。 渝冰丢下崔平逃出胡同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身后的崔平一时没有死去, 他挣扎地伸出手, 有气无力地拍着住户的大门,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 直到他失血过多, 倒在了雪地的血泊之中, 静静地死去了。 渝冰俩到前后, 第一时间就交给了前妻, 解决了孩子住院问题。 之后渝冰没有回家, 一直就躲在网吧里, 没日没夜地打游戏。 渝冰被捕以后, 曾表示自己十分地懊悔, 但是为了孩子, 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哪怕是夺去了一个女人的鲜活生命。 最终渝冰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 他毁掉的不只是一条生命, 更是两个家庭。 而他的孩子, 从此以后都会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再也没有了欢乐的童年。 第二个案件, 此案发生在八十年代初, 山东省惠民地区行属驻地滨县北镇, 县山东省的滨州市滨城区。 此案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对今天来说, 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 凌晨四点多钟, 来北镇赶集的一位老汉, 来到集上停好车以后, 准备给自己的牲口割点嫩草, 随即拿着镰刀向不远处走去。 当他走到一口污水井旁边的时候, 发现井口周围都是嫩草, 便拿着镰刀割了几把。 割草的同时, 他无意中向井中望了一眼, 没想到就这一眼, 竟把他吓得是目瞪口袋。 他赫然发现, 井中有一具女尸, 水面上露着伸出的手, 赤热的腿和脚。 受到惊吓的老汉豪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他随即冲着打击的方向 大喊着叫起人来。 感激的人听到喊声迅速地跑了过来, 众人看到井里的女尸, 一个个被吓得是连连后退, 这位老汉让人看着他的车, 跑到派出所报警去了。 派出所听完老汉的报告之后, 认为案件重大, 很快就向上级做了报告。 很快, 接到报告的北镇官分局 和地区官处的领导们 带着行政技术人员和法医 相继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现场的勘察发现, 这是一口直径 大约是六七十公分的无水井, 与是头东脚西, 侧卧位卷曲, 左侧肢体露出水面, 头部浸在水里, 尸体随即被打捞出来。 这是一位年龄在十七八岁的女性, 打捞上来时, 口中还塞着一个裤头。 因天气炎热, 现场围观的群众过多, 尸体很快被移到了 劳教所进行尸体检验。 通过尸检发现, 死者颜面亲子, 牙齦又亲子出血, 下唇的韧带根部出血, 表皮多处粉伤, 颈部有两道环形所勾, 两眼周围亲子肿胀, 有裂伤, 眼内的眼球已被挖出。 两肩部、上肢及大腿等, 多处有按压挣扎形成的皮下淤血。 处与膜有着新的裂痕, 检验有金斑, 戏生前被监污过。 通过尸检得出的初步结论, 死者熙被人监污后, 勒厄进步致死, 并挖掉了双眼, 然后遗失于乌水井里。 在惠民地区刑署驻地, 发生如此恶心的案件, 公安局当即决定, 成立818特打监杀案作案组, 并迅速派出多路干警深入勘查, 查明受害人的身份。 就在各路干警深入调查之时, 8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 警方接到了北镇棉方厂 打来的报警电话, 电话中称, 该厂一名名叫刘洪的女工失踪了。 原来, 18日早上4点多钟, 仿制车间假扒的几名女工, 焦急地找到保卫科科长, 说他们班的刘洪没来上夜班。 车间派人到宿舍去找, 同宿舍的女工说, 刘洪17日中午说要到 蔬菜公司的姑姑家去, 走后就没再回来。 几位女工很快就到了 刘洪的姑姑家, 但她的姑姑说, 她就没有来过。 随即, 保卫科迅速派人到 刘洪的亲朋好友那里去寻找。 但是直到上午10点左右, 派出去的各路人马 均没有发现刘洪的踪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在仿制车间每个人的头上, 他们预感刘洪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 随即向官局报警。 北镇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以后, 立即带领的几名女工 赶往停尸的地方进行认识。 当覆盖尸体的床单被揭开的时候, 虽然尸体上伤分累累, 双眼无珠, 几位女工还是一眼就认出来, 这就是刘洪。 尸体的身份被确认以后, 专案组随即开始侦查 与刘洪有关的周围熟人的活动情况, 以及她17日中午外出的情况。 根据调查发现, 刘洪, 18岁, 北镇棉方厂女工, 她的父亲在一个农场的 机关供销科工作, 母亲母业, 她还有两个哥哥, 也都是农场的工人。 刘洪长得很漂亮, 再加上平时注意打扮, 因此更显着青春靓丽。 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她平时的言语行动都很规矩, 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不好传闻。 在人际交往上, 她除了和几个女工, 以及在蔬菜公司工作的 姑姑来往比较频繁以外, 就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交关系了。 据童诉舍的女工反映, 8月17日中午吃过午饭以后, 刘洪拿了一个黑红花塑料的手提袋, 里面装了一件没有织完的毛衣, 说是给姑姑家的小侄子送过去, 还表示一会儿就会回来, 走的时候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根据以上的情况, 警方开始对此案进行了分析, 经过一阵激烈而有序的讨论, 认定此案就是强奸后杀人灭口, 并以此分析出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刘洪可能并不是真的取得姑姑家, 而是以此为借口, 和其他人约好了到什么地方完事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杀害。 第二种可能, 刘洪去姑姑家的路上碰上了熟人, 并一起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最终被强奸后杀害的。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 警方认定熟人作案的几率是非常大, 且作案地点不会太远, 原因同样是有两个。 一, 如果在外地杀人, 凶手是不可能将尸体转移到 人烟稠密的北镇市区来的。 二, 凶手之所以将尸体转移到了井里, 说明杀人地点是不便于藏匿尸体的, 而杀人现场很可能就在凶手的住处或者是附近。 依据以上的分析, 警方很快做出部署, 一是查刘洪的熟人, 二是查作案现场, 而侦查区域侧重点放在了北镇多种经营供应站 和棉方厂附近一带。 通过两天两夜的紧张排查, 群众反映了两条线索, 引起了警方的特别注意。 一条是, 据刘洪的同事反映, 17日中午饭后, 他曾在北镇影院十字路口处看到过刘洪 过了马路向东走了, 但是刘洪的姑姑家是在十字路口的南面, 另一条是, 警方在广北农场了解到, 17日上午, 农场里有辆汽车去北镇多种经营供应站送货的, 这辆车上除了司机和办事员以外, 还有一位姓张的男青年跟车。 据了解, 这位姓张的男子24岁, 是刘洪的同学, 他哥哥就在北镇剧院十字路口东边, 路北的百货公司宿舍。 送完货之后, 张某去干了什么不清楚。 刘洪在十字路口向东驱来, 张某哥哥的宿舍又在十字路口东边, 警方巨子做出假设。 中午午饭后, 广北农场的车来到北镇, 在路上恰巧碰到了去姑姑家的刘洪, 张某便和他打了招呼。 之后, 张某和刘洪说了些什么, 刘洪便跟着张某到了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显然没有在供应站, 因为供应站并没有看到这两个人, 这个地方或许就在张某的哥哥家里, 当时哥哥嫂子都去上班了, 家里没人。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张某选择了作案呢? 警方很快对张某的嫂子进行了询问, 他嫂子说, 张某今年十六岁, 是八月十号之前来到他家的。 他嫂子说的情况, 跟警方掌握的情况完全不符, 因为警方了解到的是, 张某是十七号才到北镇的, 他嫂子为什么说是十号之前来到他家的呢? 张某是二十四岁, 其嫂子为何说张某是十六岁呢? 难道是故意隐瞒? 张某哥哥的家会不会就是杀人现场呢? 警方随即对张某哥哥所带的宿舍进行了调查, 并在房间里提取了可疑物, 但经过化验鉴定, 可疑物被排除, 这也就说明杀人现场不在这间宿舍里。 之后, 警方又从广北农场, 驻北城多种经营供应站了解到, 张某乘坐的那辆送货车到北镇的时间是十六日, 而非是警方掌握的十七日, 并且十六日当天送完货后, 张某已飞车回去了。 经过调查, 确实如此, 这就说明张某并非是嫌疑人。 张某不是嫌疑人, 会是谁呢? 警方的侦查工作, 一时陷入了僵局。 张某的嫌疑被排除后, 警方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当中, 一时不知在从哪里入手了。 但是排查工作依然还在继续, 因为自从刘红被奸杀蛙眼的消息传出去以后, 给北镇失去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当时很多的女性都不敢单独出门, 女工夜里也不敢去上班了, 一时间舆论纷纷, 恐惧的乌云照在北镇上空。 因此警方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侦破这一特大恶行案件, 稳定社会斩秩序。 而就在案件似乎陷入了绝境之时, 在棉方厂继续深入排查的棺杆警, 得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与刘红同宿舍的女工, 向办案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 刘红进场后经常会头晕胸闷, 近几个月经常找场幼室的医生丁建民, 看病开病假条。 刘红也曾在宿舍里说过, 丁医生长得很帅气,没有对象。 刘红同事讲的这句话,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这或许是一条重大的线索。 随即,警方便开扯了对丁建民的调查, 特别是要调查他8月17日的活动情况。 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情况。 在调查中, 警方了解到, 丁建民, 23岁, 1980年调到北镇棉方厂的医务室。 从5月份开始, 他作为织布车间的跟班医生, 单独上班, 和刘红是一个班。 16日晚上12点上的夜班, 17日早上8点下班, 一整天都是在家里休息的。 他在厂里没有宿舍, 暂时住在他母亲工作的单位, 百货零售公司的一个单人宿舍, 而这个宿舍离抛尸地点只有500多米, 是属于杀人第一现场的范围以内。 警方随即决定, 立即找到丁建民, 并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 很快, 公安来到了丁建民的宿舍, 但是发现宿舍的门上了锁了, 丁建民是不是跑来? 警方分析, 丁建民一直是按时上下班, 逃跑的可能性不大, 于是决定在其宿舍蹲守。 但一直到晚上11点多, 丁建民仍未出现。 正当潜伏的公安干警焦急等待之时, 丁建民回来了。 他走进屋后, 很快就将灯给吸念了。 没过一会儿, 屋内的丁建民就被急促地敲门声给叫了起来。 丁建民随即将门打开, 当他看到门外站着的公安干警时, 神情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公安干警随即将他带到了棉方厂保卫科, 而留在宿舍的公安干警随即对宿舍进行了搜查。 刚一进门, 公安干警就闻到了一股血腺味。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公安人员在丁建民的床下面, 发现了留有明显的擦拭血迹和没擦到的血迹。 床底下还有一个忘了上锁的木箱子, 办人员随即打开进行检查。 在木箱的最底层, 办人员发现了一块宝石花女表, 即穿在一起的三把钥匙和一个白色的有机玻璃发卡。 这些都是刘洪的室友向警方介绍过的东西, 东西都是刘洪的。 紧接着, 办人员又在门后的纸箱中搜出了一只女用的花裤头, 在靠东墙的厨子里发现了带血的手术刀之类的器械。 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这里就是杀人现场, 而丁建民具有重大的嫌疑。 被带到保卫科的丁建民也并没有做什么反抗, 很快就承认了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 据丁建民的交代, 警方在零售公司院内的污水坑里, 捞出了用麻绳捆绑的短挂子、 高跟塑料鞋、 白色纹胸、 蓝绿色挂子、 红黑花塑料手提包, 以及未织完的毛衣。 这些续迹斑斑的物品, 正是刘洪被害时穿戴和鞋带的物品。 至此, 818特打奸杀案, 搞破了。 刚知道是丁建民做的这件事时, 周围的人无不震惊。 因为丁建民的家庭条件不错, 父母都是单位的领导, 在其父母的光环下, 家里的三兄弟都有着不错的工作。 23岁的丁建民, 1976年在北镇卫校学习, 1978年分配到了医院, 1980年调到了棉方厂医务室, 年纪轻轻, 长相又很秀气, 可谓是前途光明。 但是谁也想不到, 这个长相秀气,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年轻医生, 竟是一个好色之徒。 自从5月份调到织布车间, 单独做了跟班医生以后, 他就盯上了长相漂亮的刘洪。 虽然和刘洪接触不多, 但丁建民发现刘洪非常的简单, 容易亲信别人, 平时还爱打扮, 于是他就有意主动接近刘洪。 8月17日中午12点多, 丁建民从宿舍出来, 到电影院对面的商店买烟, 在返回宿舍的时候, 发现刘洪正站在百货公司的门口。 于是丁建民便起了歹意, 他上前假意和刘洪搭话, 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坐坐。 刘洪经常让丁建民给他开病假条, 虽然是接触不多, 但也算是熟悉。 既然是丁医生邀请他, 他也就没有多想, 便和丁建民到了宿舍。 到了宿舍以后, 丁建民先是和他乱砍了一桶, 然后便提出要和刘洪玩玩, 却遭到了刘洪的拒绝。 丁建民见刘洪态度坚决, 便又以谈对象买手表等引诱, 刘洪还是不肯, 丁建民看软的不行, 那就直接来硬的了。 他将刘洪按在床上, 强行将他煎污来。 刘洪边挣扎边说要去告他, 丁建民则威胁刘洪, 如果告他, 他就掐死他。 但刘洪却说, 如果掐死他, 丁建民也活不成。 没想到刘洪这句话, 让丁建民特别地恼火, 同时他又想到, 如果事情被发现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他就决定杀死刘洪。 他用手紧紧地掐住了刘洪的脖子, 没一会儿刘洪就不动他了, 他本以为刘洪是死了, 便松开了双手。 可他一松手, 刘洪又叫了一声, 丁建民吓得再次将刘洪的脖子掐住, 过了好长时间才松开。 丁建民怕刘洪再活过来, 又从床下面找出一截铁丝, 在刘洪的脖子上使劲披了两圈, 探到刘洪嘴里冒出了白沫, 他又拿起床上的裤头, 塞到了刘洪的嘴里。 确定刘洪死了之后, 他才坐下来喘口气, 突然他想到有人说过, 人死了以后, 眼睛里会留下最后看到人的影像的, 如果这影像被警察用照相机给照下来, 那随时都能破案了。 丁建民越想越后怕, 接下来他竟然做出了更为残忍的事情, 他赶快从柜子里拿出了他自备的手术刀和手术钳, 残忍地插进刘洪的眼睛里, 把刘洪的眼珠搅烂又给挖了出来。 之后他将刘洪的衣服全部脱光, 塞到了床底下。 晚上十一点多, 为了杀人灭迹, 他用床上的棉毯将刘洪的尸体包起来, 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推着来到地区水利局安装队南墙外的一个污水检查井的旁边, 然后卸下棉毯, 打开棉毯后, 将刘洪赤裸的身体扔进了井里。 之后, 他捡起棉毯和绳子, 急通通地骑着自行车返回了宿舍。 又将刘洪的衣服用绳子捆好, 拴上两块砖头, 扔进了火房后的污水沟里, 怀着侥幸心理的丁建民, 以为人们不会发现是他干的。 为了扰乱人们的事业, 他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 一切表现得像没有发生一样。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警方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就将他给抓住了。 被抓后的他极尽忏悔, 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不久后, 因强奸杀人罪, 性质恶劣, 手段残忍, 丁建民被判处死刑。